我到现在都没觉得逻辑是通顺的 而且现在你孩子又跟了你 在沈阳 已经没妈了 你还要选择在北京工作 再没爹了 对吧 你家庭条件还可以 原先你都一万的月收入 对 对不对 你能不能考虑 要么在沈阳在江西啊 不应该把孩子丢在老家 本来就没了妈 17个月 你又离开他 但是杜老师 他如果说 他出来闯了一番天地 将来给孩子更好的 培养 更好的教育 这不是一件好的事吗 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孩子最需要的是钱 需要的是一个榜样 我觉得他应该要把他 要做出好的事业出来 其实 我同意沈总说的话 他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一定是他无奈的选择 谁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呢 谁不愿意天天跟孩子在一起 过上好的日子呢 开着豪华车 住着别处呢 我是特别反对这种调调 孩子就是需要钱 有钱的就是爹 没钱的就不是爹吗 但是他 但他挣更多的钱 可以给他做更好的教育 你只要生下来了 你就是爹 你就要陪伴他 孩子首要的是温暖 不是钱 是因为你挣了钱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一种言论 我告诉你 我在没有钱之前 我没有想着生孩子 因为我不能陪伴他 不能给他好的生活 所以我到最近才有的孩子 我同样的话 我来质问你 没有钱 难道就不能生孩子了吗 但我问你 没有钱的同时 我要给他更好的稳定的生活 我要陪伴他 我怎么做到 所以他要挣钱呀 所以他要挣钱 为什么他现在已经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生下来了呀 因为他现在在家乡里面 挣不到太多的钱 大都市有更多的机会 我告诉你 他也想跟他儿子在一起 他谁不想跟他儿子在一起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 去质问他的父爱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 他九年前 为了一个十六岁的女人 可以到江西去 他今天为什么不能 为了自己的女儿 留在沈阳 为什么不可以 为了爱情可以 为了亲情 为什么不可以 涂雷老师 他刚刚有了孩子 他这个是一个父爱犯呢 我认为 我们应该去询问他们 而不应该去质问他们 我觉得这就是 我和他们的差别 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但是我们应该 少一点批评 就这样就这样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不想跟你争什么 的确经济是家庭的 主要的一些条件 但是在经济条件 可以稍微平稳的情况下 主要的还是陪伴 对 因为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 你少一天陪伴 就永远补不回来 大家都知道 应该陪伴孩子 但是他原因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两岁之前 是智商开发的 最重要时期 是一天陪伴家庭的